这次的G20峰会 习近平会见了许多国家领袖 有意冷落了加拿大的特鲁多 没有安排正式与他会面 但是特鲁多在周二 20国集团峰会的现场 却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人来人往的大厅之内 与习近平简单的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 会面如中方所说的是严谨一概 但是有媒体报道说 特鲁多却表达出了很多 他想要说的比较要紧的话 加拿大政府随后也按照习惯 向媒体发布了新闻稿 披露了谈话的核心内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特鲁多就中国干预 加拿大联邦选举表达了严重关切 上个星期 加拿大环球新闻公司 公布有关中国干预 加拿大选举的一份报告 说2019年的联邦选举当中 至少有11名候选人 得到了中国北京的支持 这件事与中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 有明显的联系 之后特鲁多还批评 中国与民主国家和加拿大的政体 进行危险的游戏 加拿大警方在上个星期四还宣布 正在对中国在加拿大非法设置的警察机构 监视华人进行调查 特鲁多说 在攸关加拿大公民的重要问题上 表现出强硬是极其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 特鲁多还与习近平讨论了双方 共同关系的问题以及地缘政治 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朝鲜的核问题 外媒记者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询问有关中家领导人谈话的情况 得到的回复是无可奉告 习近平与特鲁多星期三 再次在人来人往的大厅相遇 习近平对特鲁多把私下谈话 透露给媒体表达出不满 画面显示习近平的脸上笑容 表现的有些勉强 他对特鲁多抱怨说 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被泄露给了报纸 这是不合适的 而且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 就这样习近平与特鲁多的私人对话 以及习近平责备特鲁多 向媒体泄露消息的画面 风靡了网络 北京在2018年12月 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两名加拿大人 用来报复加拿大方面应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 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软禁在家中 之后中国还禁止了加拿大的油菜籽出口 特鲁多在周三离开印尼前 也向记者表示说 他在与习近平的谈话当中捍卫了加拿大的利益 他对加拿大的记者表示 我不忌讳对加拿大人坦诚相待 即使我们讨论重要的 有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特鲁多还说 他强调了加拿大和中国共同关心的领域 比如说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定源政治挑战 和朝鲜的不确定性 还强调加拿大人关心的事项 比如说干涉加拿大公民的问题 并着重指出了加拿大与中国展开对话的重要性 另外加拿大在周三还以国家安全为由 要求三家中国公司 从参与开采关键矿产的加拿大国内公司撤资 此举标志着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 为保护本国关键矿产资产所采取的最新措施 随着全球经济再向电力转移 对孤鲤镍等矿物的需求正在激增 加拿大以及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联盟国 都对中国在该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感到非常的担忧 并已经开始向矿石精炼商和电池制造商输送资金 以期制约中国的发展 在G20期间 北京还对英国的新任首相西苏纳克 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根据唐宁街发言人说 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 苏纳克与习近平计划在周三举行的会晤被取消了 可是中国日报却报道说 新首相苏纳克在会晤的前几天称北京为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从而毒化了整个会谈的气氛 这篇报道还说值得注意的是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 英国领导人是中国在峰会上唯一没有会晤的代表